A-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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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下,赤球队有点困难 不过,留在家看球队应该是最安心最安全的活动 今天跟大家说,将来即将举行的欧洲国家杯 会有4K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LaoE Android TV 机顶盒 到英超西甲贵中时 LaoE Android TV App 已经有解放 使用Sony、Sharp、Philips的Android TV 又或使用NVIDIA SHIELD 或Comcast with Google TV 这些装置时 其实已经可以直接使用LaoE 但比较可惜的是在Android TV上 现时不可看到4K足球直播 不过今天我有个好消息与大家宣布 因为疫情延迟一年 将在6月举行的欧洲国家杯2020 除了与英超西甲一样 有4K直播和点播重温外 还会打破Android TV 界限 在LaoE 机顶盒以外的Android TV 装置 也可以看到4K 另外,如果用的是2018年至2020年推出的 Samsung Smart TV 指定型号 还可以用里面的LaoE 足球APP 申请4K欧国杯的通行证 就可以收睇到以4K超高清解像度直播 和点播的51场欧国杯赛事 今次Android TV 打破了界限 如果想用Android TV 看LaoE 欧洲国家杯2020 最低要求当然要有Android TV 电视机 又或者Android TV 机顶盒 而这些装置也要有Google Play Store 可以直接下载Android TV 版本的LaoE 程式 这样可以确保可以看到基本高清内容 但如果Android TV 解像度是4K 又或者你用的Android TV 机顶盒 接近的显示器 解像度是4K的话 就可以看到4K的欧国杯 当然,如果想确保画面稳定流畅输出 Android TV 机顶盒最好 一定要出到4K 50p 的讯号 而上网频宽最少要有每秒30MB 就可以完成了 Ronaldo would be the decisive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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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就着今次的欧国杯 LaoE 亦会有很多计划的推出 当中包括了单纯的欧洲国家杯 2020 4K 赛事通行证 正确实是用Android TV 电视 又或者Android TV 机顶盒的用家 如果你没有这些装置 可以考虑买入4K 赛事通行证 与LaoE 的Android TV 盒盒 另外,如果想看新一季 2021至2022的英超及西甲赛事 今次的欧国杯4K 通行证 也有一个套件 编达英超、西甲通行证 还可以连着LaoE 的Android TV 机顶盒 一起入手 这方案包含你 由欧国杯至下季的英超、西甲 也有4K 直播看到 而看到这里,我也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 就是大家可以用FeverSun.com 的键币 订购上述不同的计划 所有计划都会立即做八折的优惠 名额有限,做完即止 究竟欧洲国家杯2020有何特别呢? 这个赛事在球迷心目中 是世界杯以外最重视的杯赛 原定在2020年举办 而且是这个赛事的60周年纪念 但受疫情影响,欧国杯延迟一年举办 这届赛事会以无主办国 循迴赛方式举行 本身有12个欧洲城市会举办这届赛事 但受疫情影响 举办的城市有变更之外 最终的定案只是减至11个城市一起主办 然后有24队决赛州的队伍 包括大受欢迎的比利时、英格兰、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荷兰 都全部入围 亦因此,这届新丁球队只有两队 包括非常意外的马其顿 另一队是来自北欧的芬兰 比较有趣的是,今届决赛州仍有瑞典与丹麦两支北欧的球队 而罗威和冰岛亦去到附加赛才出局 如果入围,就是小友地、北欧五国 都可以进入决赛州的一届欧洲国家杯赛事 至于大家非常熟悉的英伦三岛 亦有英格兰、九维的苏格兰和威尔斯 进入了今届决赛州 英格兰和苏格兰还会一起身处D组 继续1996年后,再次欧国杯同失操锅 但究竟欧国杯何时开始? 会由土耳其对意大利上演今届决赛州的揭幕战 时间非常快就到了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留意一下 究竟会否入手欧洲国家杯的Laui 4K通行证 今次Laui欧洲国家杯登陆了不同Android TV 装置的短片 这次影片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拍影片的朋友 请点赞,订阅,订阅,订阅 订阅后,按右边的小铃铛 我们的新影片就会通知大家 刚刚说起1996年的欧洲国家杯 这届赛事是我人生第一次看的国际大赛 之前,94世界杯我没有看的 96欧洲国家杯 由英格兰主办的赛事是我第一次看的 过程中,也有很多经典的时刻出现了 这届赛适逢60周年 而且是一个这么特别的疫情之下举办 究竟赛事的竞争性会如何呢? 其实是非常有看头的一届赛事 我想大家应该跟我一样 非常期待这届欧洲国家杯2020举办 亦因为疫情关系 留在家看球,应该是一个最安心的活动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齐齐整整 去收看今届赛事 下次再有不同的4K资讯 就会继续送上不同的影片给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今天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